Ayo聊四季 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 我是Layo 今天來看大陸P2人 對上印度斯坦人 這場比賽是冠軍邀請賽 這場比賽冠軍邀請賽是由黑拉自己主辦的比賽 這場比賽總冠軍是2500塊美金 大約台幣7-8萬左右 大概快8萬吧 其實獎金是非常豐盛的 所以其實世紀國的圈子裡 這種比賽是幾乎一年四季都有獎金可以領的 所以現在如果要加入世紀國賺取獎金的話 其實也不為時一晚 比起其他遊戲來說 我覺得世紀國全球來說算是辦得非常頻繁的一款遊戲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大陸P2人 大陸P2人最大的特色是他這個捕魚技術 這個漁船跟漁夫都可以補到雙倍的漁肉量 像這個鮭魚群通常都只能帶15個肉 那兩倍的話就是30 讓他這樣子一來一往的這個次數 直接減少了一半 讓他捕魚的這個效率會變得非常好 那大陸P2人的後勤主要是打個步兵為主 當然弓兵也可以打 還有這個相攻 比較適合的是他的步兵的部分 步兵的部分是因為他的軍營的升級科技 都是半價的 不管你是要升槍兵還是民兵 全部都是半價價格 讓他很容易有後期可以直接轉出大量的劍兵勇士 跟他的烏茲鋼科技 這個應該是精冠技術 那這個精冠技術可以讓自己的步兵跟起兵 獲得無視敵方的裝甲的效果 這個傷害非常強大 不管是要出劍兵還是槍兵 連自己的寶兵邊劍兵都可以吃到這個效果 所以WP2人的後期算是有點像是烈提斯那種感覺 無視對方的防禦 還有這個能力 就把他當成烈提斯來用 WP2人還可以打這個相攻 效光還有這個醫療隊 醫療隊的用途是讓大象會自動回血 所以在一些纏鬥的情況下 這個醫療隊的能力也是不容小覷的 而且是這個攻城戰象 也可以使用這個效果 所以WP2人的後期 組成都是相攻啊 步兵 還有是攻城器 這個大象為主的路線會比較適合他 好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印度斯坦人 那印度斯坦人最大的特色是他村民的造架非常拼 到地獄時代村民的一隻造架不用40肉 大概只要30幾肉就可以了 那印度斯坦人城堡時代呢 這個效果呢 讓他可以省下非常多的肉 可以按出更多的駱駝 或是少一點農體 然後讓3TC正常運轉 那印度斯坦人的後期呢 主要是打這個古拉姆自己的寶兵 還有這個印度斯坦的駱駝 我們俗稱地王駱駝 就是這個印度斯坦的 那後期呢也可以打這個印度斯坦的印度火衝 俗稱我們的狙擊槍火槍 那為什麼我們把它稱為狙擊槍 是因為印度火衝呢 可以增加2點射程 這個火槍兵 所以在一些情況下來說 這個火槍一直甩槍會非常難受 就是我們俗稱的雜鶴三段 狙擊開射 非常難產 那這場比賽呢 可以預見的就是 如果大陸P圖這邊打步兵的話 那印度火衝可能就會出來 那如果大陸P圖打相弓的部分的話 那有可能就是地王駱駝會出來 那如果大陸P圖打的是一個工兵開 那就有可能會看到古拉姆出來 所以不管怎麼說 大陸P圖這邊 很有可能會被壓制住 那當然到了中後期 如果印度斯坦這邊黃金消耗被帶進的話 很有可能就會被逆轉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兩邊的一個開局 這邊是雙碼頭開 上方已經開一個碼頭 那通常都是要到封建時代前 再去補一個碼頭 那碼頭通常都會放在這個小的魚群旁邊 因為小的魚群也可以補魚 順便去用這個蓋好的村民 蓋好碼頭的村民去補魚 那由於這邊都沒有小魚的關係 這邊村民可能要出來幫忙勸架一下 不要再打了 要打去練武士打 好 兩邊都升到封建時代 又在卡銀刀 好 稍微秀一下 又這邊想秀 結果被反砍了一刀回去 血量變成55開 好 兩邊都是15滴血 OK 這隻村民應該沒事了 就可以直接回家 OK 好 那達洛匹蘭目前補魚 是有優勢的 你看這個魚可以不到2425 30都沒有問題喔 30肉滿載而歸 那反而是右這邊的魚場 就會比較稍微弱一點點 但也沒有到非常誇張 也就是正常的失誤 OK 15肉就要回去了 好 那這邊是兩艘火戰船 直接過來開燒 那應該是火蒙筒 先哨移船 那這邊戰艦只有1艘的關係 有點難打得贏 這邊第一時間先擊火 齒右邊又再互打起來 兩邊都是10滴血 這邊要繼續贏打嗎 那里程中心有點近 這邊把殘血的火戰船 放到後面讓村民修一下 那這邊製造 製爆船的用途就會非常重要 好 那現在目前的META 就是兩艘船 互燒了一下之後 製爆船出來去收掉殘血 那像這種情況 突然打到一半拉扯回去的話 製爆船的操控就要小心一點 不能第一時間上去硬撞 哇靠 結果怎麼是 又這邊打贏了 刺猴 所以這個製爆船 待會有保留血 不能去炸滿血 那有個原因是因為 你滿血炸不死 炸下去有可能會被對方拉走 好 炸上去了 完蛋 這個可能會拉回去 好 但是這裡沒有在空 這邊其實可以再炸個一波 製爆船過來 燒到兩個艘啊 一艘 哇 你看 這個炸到滿血就被拉回去了 這就是製爆船 炸的時機也要稍微看一下 不能想炸就炸 OK 炸了一個滿血的 但這邊手術有點空的不過來 現在右的戰劍都是半血狀態 HERA這邊只有白燒殘血拉回去 開始修理 那你看這邊被製爆船炸的戰劍 就可以回來繼續修理 對於這個製爆船炸的來說 其實有點虧 比較建議就是炸到快到7層的時候 再拉這個製爆船過去 補個一刀順利收掉 才不會被修滿血 之後又要回來繼續打 就會很麻煩 這邊三艘散劍 沒有看到右邊在修理 這邊直接往右走嗎 結果上面直接要補兩台戰劍過來 第三艘滿血戰劍過去支援一下 三打三 後面可能要再補一艘自爆船 這裡補下自爆發 這隻法還是主 自爆發 現在是四打四 那兩邊血量都差不多 這邊就要來看誰先集火到殘血的速度比較快 挑殘血速度比較快 這邊一換一沒問題 但是又這邊出現劣勢 這邊是自己敵人的碼頭 這邊支援速度比較快 自爆發要出來 來 轉個一波 這邊要趕快閃開 閃開的時候就可以往前繼續壓制 能炸到兩艘就不錯 沒關係 炸到一艘 至少收掉 只要能炸到 收掉殘血就很重 又突然大裂 然後這裡還有Hera的弓兵 雖然又這邊也轉出弓兵來了 又突然海上炸裂 這隻臭兵可能跑不掉了 再攻 收掉 這邊自爆發到了岸邊 看可不可以炸到三隻弓兵 現在漁船有點沒救 正中間的海面戰場有點難打 喔呦 Hera這邊丟下一隻弓兵 讓他去吸引戰艦 結果直接炸掉了 一換一這樣子Hera很賺 因為自爆發是很貴的一個戰艦 如果能這樣一換一換掉不虧 這裡目前村民數是1比4 那這個有含這個漁船的關係 所以看起來Hera這邊是殺很多村民 其實也還好 並沒有到非常多 三隻弓兵就去射村民 稍微爐爐小小一下 後面打一隻毛兵過來打 好 右這邊點下了一級射 但Hera這邊是點一級射 反正是先點下了這個城堡 先稍微加速一下下 右這邊是決定走一個工兵開 待會可能還是要下個馬舊 但現在實在上已經落後於Hera這邊了 Hera這邊由於有捕魚有優勢的關係 所以肉量或許比較多也是正常的 雖然這個野外有這個鹿可以吃 四隻鹿群 好 這邊工兵再過來 繼續騷擾 這邊村老實在還有一段時間 其實不用上去陰打也沒關係 現在極的人是右 而不是Hera 這裡點下工兵的一級鎧甲 兩邊都是一攻一防都點好了 右這邊的工兵數量開始被消滅掉 Hera這邊直接打贏 不用上城堡時代 右的工兵就全部損失掉了 OK 這邊全部轉成毛兵 稍微擋下 但奴兵快要升級好 右也不能太過往前 不然自己的毛兵還是會被點光的 先稍微撤退一下 稍微買賣一波吧 趕快升到城堡snipe比較重要 現在經濟有點失調 這對右來說不是一個好消息 這邊戰艦部分又再偷偷打了回去 唉唷 這邊海上好像用自爆法直接炸光了 海上突然又又打贏了 看來他放了很多資源 在這個戰艦上 沒有直接放棄海上的資源 那這個海裡面的資源也沒到那麼多 只剩兩條鮭魚群可以吃 黑拉對面這邊已經沒有過多的魚可以吃 那待會有可能就是出來的漁船 就是自己要撒魚網 然後開始捕魚 會比較有肉量加成的感覺 好 又這邊點下 藏寶Style之後 但是黑拉已經點下了3TC開農 這個路要不要稍微吃一下呢 是我就想要拿4隻村民去射一下路 不吃白不吃 這邊3TC開農 直接被毛兵給看到 直接攔截4隻毛兵 OK 收關之後 又這邊轉出了步兵鎧匠 看來是要來打一個古拉姆戰術了 結果打贏海戰的幼 是沒有繼續補下自己的漁船 是補下兩個自爆閥 那黑拉這邊是完全不想離海戰的部分 裡面也沒有再出戰艦 這邊是專心打陸地戰 一到城堡Style 又直接開出了3TC 因為看到對方已經開TC開農了 當然自己村民上已經落後16村了 非常多的數量 但是現在又有個優勢 就是村民造價很便宜 所以現在這個情況 可以直接快4TC開農 然後再補一些農田 可能就可以支持這4TC村民的運作 運作的肉量了 這邊古拉姆出來有點多 稍微來看一下這波的包夾 這波包夾應該可以打對 原古拉姆對工兵有外增傷 打的傷害非常高 而且他基本的遠防就很多了 基本的遠防是3 再加上2 遠防5 工兵射下只有2滴血 直接搓光 這就是古拉姆 打工兵的優勢之處 非常坦 但對付騎士的話 就有點難受了 但是還好 達魯匹圖是沒有騎士的 只有這個青騎兵 可以打 那就要來看一下達魯匹圖 要怎麼來針對古拉姆做一個反制吧 這邊出了裝甲步兵的升級 補下兩個GINO 確實常見兵現在這個情況是可以克制住古拉姆的 但是跑速上來說是比不過古拉姆 所以有可能還是會有點難追得上 但至少可以對應得住 是一個好事情 這邊稍微把門口給堵死 讓對方沒辦法進來 這個部門有點危險 但是又沒有打木人還好 這裡沒有被溜進去 被溜進去就麻煩了 古拉姆有點在亂追了 沒有在空的感覺 村民再繼續招翔 應該可以招到一隻古拉姆 招完之後就跑 村民再放進去 又在這邊看到自己有軍力優勢 馬上在前線補了一根城堡 但這根城堡沒有補得非常裡面有 有點可惜 如果能再往前這一個的話 就可以打到城市中心 還有空到這個主金 這會讓Hera來說會非常難受 雖然這根城堡位置依舊還是難受 但是這裡會更難受一點 那又有可能覺得自己拉村民不多 只有8吋而已 怕有可能被對方反殺回來 所以就只不在這個位置 也是有可能的 那這裡對方Hera 是點下了步兵 還有常見兵的升級 二級步兵鎧甲 大家看到裝甲步兵會怕 古拉姆9加1其實比裝甲步兵還要痛的喔 所以上前這時候打是可以打得贏的 但這時候又有點遲疑了一下 這包登堅炸一下 好 上前硬打 這邊裝甲步兵也直接開戰 還沒有變成常見兵就開打 有點小虧 OK 這裡我們變成常見兵了 常見兵稍微可以扛一下 但是數量不多多直接被包夾住了 OK 那目前看起來古拉姆數量有被削減 鑰匙下一點點而已 六隻古拉姆這一波看起來不會那麼受傷了 好 稍微再招一下 這個可能來不及跑了 直接被戳死 好 這邊補了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要來出投資車還是衝車呢 如果是我的話就按衝車 因為這個地方都在城堡射程範圍內 用衝車撞的話很快就可以撞掉了 好 果然是用這個裝甲戰象 因為印度斯坦沒有這個衝車 只有這個裝甲戰象 OK 跟WP圖一樣 裝甲戰象很好用的 攻擊速度快 好 這裡補下長劍兵 繼續防 工兵稍微再繼續擋一下 但工兵射的根本就在抓癢 主要的戰力還是長劍兵 OK 長劍兵這邊反制的還蠻漂亮的 稍微把印度斯坦的單位給壓了回去 這波屬石打得不錯 終於擋掉家裡的內亂 重點是現在城堡這邊的工程戰象 會把裡面修道院的生物給頂出來 看要不要生物偷偷放出來 用生物去撿 趕快撿了就跑 但有點困難 對方古拉姆還是有帶出 那現在這邊3TC繼續農 又這邊繼續爆古拉姆 黑拉這邊也是繼續爆長劍兵 兩邊的打法沒有太特別之處 算是一個蠻正常的開局 這個生物應該可以撿喔 惡禮太有點近了 稍微撿一下就可以走 這村民被騷擾 應該死兩村 兩村被塗掉 但長劍兵在這邊集結 普拉姆直接吃鱉 撞牆了 後面工兵過來 直接硬砍掉裝甲步兵 裝甲戰象才對 好 長劍兵吃到後面城堡傷害實在太痛 選擇撤退 兵量一定打不太贏 結果又這邊按了幾隻清洗兵 應該是要來抓生侶 結果對方生侶已經死 差不多了 剩兩隻 好 這邊直接帶成人中心做血防 但是有點快扛不太住 這邊要是被打到太多村民的話 黑拉可能會直接爆炸喔 還好這邊還是專心在打長劍兵 而沒有再去追村民 好 長劍兵這裡都是長劍兵的出生地喔 很快就可以補齊戰力 這邊古拉姆瞬間又被逆轉了 長劍兵的量又被蓄了起來 這裡也只有損失一些單位 這個村民還是被殺了蠻多的 目前被殺了24村喔 但是黑拉的村民還是領先的 結果這邊村民只有92村 村民差距約24村左右 是蠻多的 好 這邊稍微砍一下 錯 這個殘血的也錯一下 好 遠遠補血 好 長劍兵繼續輸出 雙倆戰項應該解不掉了 哇 這根城堡真的有點可惜喔 射不到城堂中心 好 這邊 古拉姆繼續往前 可以拿這邊稍微收撐 這次要補下二攻 古拉姆有二攻的話 就有比較能打長劍兵的效果 數量夠多才會有傷害 好 這時候黑拉轉出了邊劍兵喔 邊劍兵不錯 第一發的傷害特別高 而且有這個擴散傷害的效果 大古拉姆算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OK 這邊又稍微頂住了 好 邊劍兵終於過來 由於城堡蓋的比較偏遠喔 所以要過來自己家裡會有點麻煩 那黑拉這邊雖然一直被打城堂中心 但他其他地方一直有在擴張的喔 所以我覺得又有點進入盲區了喔 就是他只看得到這邊很多村民喔 但這邊就是黑拉這邊防守很好的地方 集結點就在這裡喔 均勻一出來就可以馬上支援了 所以我覺得又應該不能一直去打中間這個位置喔 然後繼續往下打 但是我們這邊是上帝視角 所以才知道 黑拉下面有很多農田可以去輸出的喔 所以這有點事後論 好 那黑拉這邊點下地勇斯袋 好 又這邊直接被常見兵壓了過來 打了一隊去做反擊 效果還不錯 確實讓又浪費一些手術喔 去控制家裡的狀況 好 這邊古拉姆騷擾到的效果還不錯 讓這邊聰明鳳凰走來走去喔 工作效率拉近了跟又差不多 這邊繼續輸出 又現在有點難擋家裡那一坨常見兵 好 這裡展出了一些奴炮 哇 結果奴炮沒有控好 三台可能都要送光了 好 黑拉這邊帝王斯袋會轉什麼兵呢 會轉相弓嗎 但是我手轉相弓會被古拉姆給壓制住 最好有辦法就是繼續出常見兵或是邊見兵 然後如果對方出奴兵的話 可以轉一些戰矛也可以喔 因為大陸P圖的戰矛也算是打工兵很好用的單位 因為他有攻速加成 但印度斯坦本身打工兵就是一個不切實際的文明 可能打馬功更適合一點 好 這邊也是按了一些馬功沒錯 畢竟印度斯坦沒有強弱 所以帝王斯袋繼續打奴兵有點意義不明 帝王斯袋直接打火槍更適合 那用戰矛打火槍 好 也可以 好 這邊大量臭兵直接被捅死 這跟廖王塔沒有抓到任何效果 黑雅這邊補下雙手建立的升級 又這邊經濟稍微落後了一點點 村民還是落後了大概14村左右 明明是攻擊一番喔 但是村民卻沒有領先 反正是防守方的黑雅 村民就應該越多 已經被殺了53村 53村 村民還有135 這就是你家一直被打村民不斷喔 你也不會落後太多的一個優勢喔 就是記得要記得補 邊打架邊補村民 好 這邊變成雙手建兵了 雙手建兵數量有點不太夠 好 稍微硬扛 感覺扛不太住 哇 果然被打死了 但是只剩4隻而已 4隻古拉姆還能接受 好 這邊有更多雙手建兵A了過來 這時候展出了馬宮 好 下方的城中心直接被硬爆了 這可能修不回來 下方村民要趕快撤退 這時候補下了建兵偶士的升級 建兵偶士升級只要半價300多肉而已 非常的划算 這就是達魯P圖的優勢喔 好 升到帝王賽子又不知道要繼續打什麼戰法 好 但這個時刻 終於又村民已經反超了黑朗 黑朗這邊只剩120吋 右這邊只剩129 差距約10吋而已 差距並不大 好 一定是在馬上點下化學 看來是要來轉一下奴炮了 不是奴炮 這個火槍 轉奴炮有點怪怪的 因為達魯P圖是有火炮的文明 所以轉奴炮的話 很有可能會被壓制之我 可以出啦 但不能出太多 不能投資在太多奴炮上 好 這一波串燒能不能串到呢 奴炮這裡沒有空 哇 直接A到 如果這個能串到一發的話也好 直接殘血 好 這邊點下金瑞古拉姆的升級 那這邊點金瑞古拉姆 是沒辦法打贏正面的劍兵勇士的 金瑞古拉姆是遠防8 近防2而已 那他步兵卡甲只有到二防 所以不管怎麼打 血量跟防禦力都會打出劍兵勇士 而且劍兵勇士的造價 我記得是比古拉姆還要便宜的 因為他有這個攻擊技術的關係 所以這邊長期應換的話 印度斯坦可能會虧喔 好 這邊是由達魯P這邊三攻先好 古拉姆跟劍兵勇士一致排開開打起來 但是古拉姆這邊的數量是比較多的 所以他還是應換了這一坨劍兵勇士 OK 但還可以接受 因為劍兵勇士很便宜 這坨換掉後面可以再繼續出 好 現在三攻快要好 待會又有三攻的話 可能會更好打一點 待會三攻好就變成15攻的傷害 那劍兵勇士17攻 攻擊力差距2攻 但是近防來說 劍兵勇士多了一防 所以待會開打的話 劍兵勇士還是多三攻的傷害 而且造價又便宜 那如果待會再補下烏茲槓的話 又再多2攻 其實還不錯 雖然感覺沒多多少 畢竟無視防禦的單位 或是減防的單位 對付這種近戰防禦少的單位 效果就沒那麼明顯 所以達魯P圖 黑拉這邊要看要不要投資烏茲槓 也是需要帶傷去的事情 現在就補下的話會影響到烏茲槓 這個肉量還有這個黃金量 消耗太大的問題 那如果可以確保住 這些的劍兵勇士的穩定產量的話 再去考慮補下烏茲槓就可以了 這邊補下的話 學跟弓兵的鎧匠 這邊看到火槍出來 印度火槽還沒有點下 先產出一些火槍兵稍微打一下 開始做一個拉扯 可以點下一些步兵其實蠻不錯的 火槍繼續射 這邊打算要先解掉巨型投資機 第一台 第二台輸出掉沒有問題 兩台直接硬拆 其實小賺一波 後面火槍也是打了沉盾的傷害 下方的沉盾中心被抓包 黑仔村民直接損失慘重 村民數向是108村 落後於又140村 村民差距打出來了 差了32村 可拉姆的機動性 看起來是不錯用的 這時候達魯皮圖點下三級的弓兵練獎 還有戰毛技術 還有自己的化學 增兵技術 該補的都變了 那這邊戰毛就是我們剛剛說的 可以拿去打對方的火槍兵 而且戰毛還有攻速加成 其實還不錯用 目前看到黑仔村民數 還是有點偏低的 但支援量其實還夠用 這邊劍兵是直接硬打 金狂處的村民 這邊劍兵是當騎兵在用 到處走位 到處燒 一直給又來說是一大麻煩 這邊也是 砍古拉姆蘇超快 結果劍兵勇是直接砍到了火槍兵 火槍兵這邊也要做個拉扯會比較好 稍微回頭打一下 劍兵勇是 被解光了 這邊直接手撕城堡 我們先倒回去看一下 這個到底怎麼手撕的 這邊看到殘血城堡 是188里沒有兇 直接拉了29隻的劍兵勇 是上前硬A 太狠了這個男人 直接無視城堡 直接A了上來 這邊想要修理 應該是修復回來 我們剛剛看到已經爆掉了 直接A光 那劍兵勇士呢 打建築物也是有額外傷害的關係 所以不管是城鎮中心或城堡 被消血 這個生命速度是非常快速 這也算是劍兵勇士的一個優點 造價低 然後攻擊建築物又便宜 這邊直接繞了一坨進去 古拉姆這邊也是 那這邊馬上就是劍兵勇士的出兵點 所以防守速度也是1.1的快 古拉姆這邊還是戳到非常多的村民 這邊都是損失慘重 都是村民的屍體 這邊直接蓋一棟城堡 守住了這塊區 哇 現在他們打太多邊了 有點看不太過來 大家要看哪一邊 好 劍兵勇士繼續裡面騷擾 好 正面的部分 戰毛兵已經A了上來 先優先針對對方的火槍 好 右這邊轉出一些洛馬 那洛馬你要升級好了 好 海戰部分沒有人料理 好 又有更多的村民繼續逃難中 好 這波看起來是所作 劍兵勇士直接開打 砍掉了一個射箭場 好 右側的部分邊劍邊繼續編 爆炸傷害 編爆了一堆村民 後面的巨型投資機 可能會被大洛馬抓 這裡可能要硬上 但有點來不太急 劍兵勇士已經過來了 這時候硬交換的話 大洛馬會損失慘重 但是有兩隻已經順利開始輸出巨型投資機 巨型投資機能夠鎖住嗎 還有一隻 哇 最後一下沒有砍到 又這邊損失了所有的洛馬 但是卻沒有解掉這一台巨型投資機 實在是有點可惜 這邊的防守應該是擋不太多了 最後還是收掉了 但是已經相當划算了 兩百金換了大概八百多肉 這裡剛剛至少十隻肉馬以上 大約一千肉 兩百金換一千肉 怎麼想都好像沒有到太虧 可以接受的價格 火槍數量有點不太夠 又這邊黃金一直被控的關係 火槍造出來有點困難 現在只能出肉馬稍微擋一下 那如果黃金可以再奪回來的話 對於又來說是一件好事 但目前外面最外側的金 已經被黑拉之兵給控住了 這樣拿回來不太容易 如果吹劍狀的話 印度斯坦就會有點難打 因為又的黃金兵 是比較強大的 那垃圾兵的話沒有到很好用 所以就要來看一下又到底要怎麼打 又只剩大洛馬能玩 還有火槍 那黑拉這邊則是繼續爆出更多劍兵勇士 這裡前線補下一棟城堡 這邊修到暈開再出生了解生物 這邊又突然打出了GG 哇這一場看得很精彩 黑拉這邊爆了294隻的劍兵勇士 又這邊爆了185隻的古拉姆 哇這個出兵都出到了上百隻 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由黑拉獲得了一些勝利 前面雖然落後很多 但是中後期又這邊開始有點落後出來 雖然兩邊村民都是互相傷害損失慘重 所以經濟差距並沒有差距太遠了 反正是這段時間 黑拉已經很早就點下了首推車 27分鐘就點了 這邊則是點下定用塞之前才補下首推車 這個差距差了12分鐘首推車的經濟效益 這段時間即使黑拉的村民落後 也可以勉強追得上右的村民領先的 好 我覺得最關鍵的一點是 黑拉這邊是不斷的一直打這個劍兵勇士 中間沒有轉一些奇怪什麼相公啊 去硬擋古拉姆 古拉姆的話用相公來擋也是奇怪的選擇 那也沒有轉出這個烏茲鋼來用 也是蠻關鍵的 因為烏茲鋼的造價實在太貴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烏茲鋼有沒有點 我記得他是沒點 因為烏茲鋼價格不便宜 然後把這些黃金全部省下來 去轉出戰毛兵啊升級 或是劍兵勇士多出一點 都是一個比較好的選擇 所以說這個破防效果 你還是要看對方的單位 是什麼樣的單位 像是駱駝啊 或者是垃圾兵 或是肉馬 本身防禦力就比較低的單位 你再去出這個破防效果的話 其實投資成本 是沒有那麼明顯的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啊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